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NFTP Show 我们今天来大家看一下 NFT的市场涨了一个怎么样子 最近整个 Crypto从底部翻扬了 那CPI指数让整个全世界的传统金融的指数 也都一直往上涨 不管是在亚洲以及在美国 这两天NFT也是从底部翻扬 我们前几天跟大家介绍的一些NFT的项目 最近 数了密碗之后都有一些不错表现 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价格 那以及我们认为 可能我觉得下一个蓝筹 就是在这几个NFT项目里面 我们带大家上来看一下 先带来看一下open sea 我们有这你没看到open sea 你看open sea第一个 Vahala Vahala有1013个 east的交易量 那在the legend of cockpunch 那这个就是一个 KOL发的现在261个east的交易量 那再往下再往下 Borea Yacht Club 五疗猴68个east 来到152个east的交易量 other side的d 229个east的交易量 1.33个east来到单价 那azuki 以145个east的交易量 那价格来到12.99 那再来是变总猴126个east的交易量 价格来14.83 这些传统的蓝筹 价格一直都 还可以啊 都没有怎么样一个往下跌啊 那甚至你看到the potatoes 也来到2.1 potato价格一直都还是蛮稳健的 那你讲到元宇宙相关的sandbox的地啊 sandbox的地这边现在在1.05个east 所以这个地其实价格还是一个蛮坚挺的 在这没有什么样的洞 那你看往下走 KPR来到0.27 那这边除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几个新进的匠目之外 那传统比较传统相对 比如Pedgy Penguin 那现在4.47个east 这个也都是比较传统 的蓝筹 那做的蛮不错的 那Coupette那2.15个east 我们带大家看看几个 第一个当然是Vahala 我们是跟大家讲Vahala Vahala当初命的时候 命出来第一时间 是0.3 你看现在价格是1.495啊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NFT啊 他的发行价跟他的交易价格 在短时间之内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今天在12月7号的时候 第一天出来他价格就已经往上走了 往上走之后 我跟大家讲说开图之后往下 开图之后往下的几率不是没有 但是持续一直向上是更有机会啊 那你从12月10号 1155个east之后 每一天的交易量就持续往上走 那现在价格 Full Price 目前为止 大概是在1.495 1.5左右 那这个其实Vahala 我跟大家介绍的Vahala 重点我觉得不在于 NFT本身这个样子 当然样子是蛮不错的 大家讲说这个是应该是下一个Azuki啊 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他后面的团队 以及他的 投资他们的机构啊 那Vahala 可是短期之内 我们看到NFT项目里面 他的投资人是最健全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网站 他网站里面其实有蛮多他们的信息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逛他们网站 这里有在大家来看过 可以看网站里面写update 你看reveal now ok 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来这边review reveal reveal 你可以到about 你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他们的方丁team跟他后面的capital market的对接啊 那当然pantora capital comcast venture lineventure garyveal 这不是这个是 这个是 green venture 不是garyveal 也讲说green venture 他好几个好几个不一样的 这些vc 这些vc除了在 web3有一些琢磨跟crypto之外 那这些vc很多都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那我觉得这个vc肯定是最重要的啊 那还有他后面的团队当然是除了 对vc投资他们之外 他们的团队也是相对是非常非常健全 我跟他讲过很少的时候会有把团队自己的link in跟所有的 detail放出来啊 那他们其实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为什么他有机会变成下一个蓝筹原因呢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讲说讲juni juni这个项目我们也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那这个事项目发行到现在为止 价格一直持续在发行价以上 目前为止还是还没开图 目前为止还没开图 那如果你说哎别的为什么juni当初讲了 哎这个地方还没开图那价格一直持续在这里 大家如果 炒麦过NFT的朋友大概就比较清楚啊 一般NFT发行之后如果有办法把价格跟供给控制住的话 那价格其实是有办法往上做的 那为什么说你开图的时候通常 价格会往往回走 那开图价格回走的大部分原因也就是因为 有一部分少数要去 收集比较稀有的这些买 稀有NFT的买家或是买手收藏家 他们会大量的去买 大量去买看完图之后他们会留下最稀有的 那相对没有这么稀有的他们会把他们套现套出来 那甚至有些人的做法是 我只要去买50只只要有一只稀有的其他全部通通都 一只稀有的就把所有50只的费用都赚回来 其他49只等于都是项目送的 那你看这边的底部 12月11号大概是0.2 12月12号也大概是0.2到0.3之间 那到14号12月13号 应该是下半场下午开始啊就开始往上涨 从0.4到0.5价格最高来到0.5了 那现在价格是停在0.45 那价格是持续的稳健的向上走 那当然这波向上走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等他开图吧 开完图之后我觉得这个项目持续后面 还是会有不错的发展吧 因为毕竟他团队是一个韩国团队 而且他们本身自己在这个地方 做的还是让项目之外的所有community 认可度还蛮高的 再来跟大家讲The Ledger of the Cockpunch 这个The Cockpunch之前好多人讲啊 哎我这KOL出来讲 那说是他发的 他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要讲一个鸡的故事 他等一下讲一个鸡的故事 他就可以卖了5000一个亿的 那但是你不可以这样说 人家原本KOL就只有community 他本身自己就是Tim Ferriss 他自己本身就一个community 他就是做podcast 然后自己就有一个channel 自己在run 那他把自己的community变现成NFT 这个是其中一个变现方式 那他除了变现的同时 那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跟他可能也有很多这种 所谓写作的能力 那主要他是想把整个故事做起来 那我觉得有趣的可以学习的是 从Web3角度来讲 我们以前常常看到Web3项目出来 那KOL去帮忙项目做这个等于是发行之外的这个marketing PR的工作 现在看到越来越多KOL自己跳出来发NFT 不是只有发所谓的PASS或是Club 他们自己发很有个性的NFT 我们之前看到一些NFT的这些KOL他出来发 他是发实验性质的NFT 现在越来越多KOL自己出来发像 这个Tim Ferriss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向他学习 他出来发一个NFT 但是我等于是要去融资 那就用这个机去融资融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要干嘛 他这项目其实他想要来做一个故事的内容 跟甚至将来是漫画跟卡通 那如果你去看他的网站 我觉得非常有趣 他网站其实就是一个 目前为止其实有第一话 第一话就是说我只有第一部分的故事 我只想好第一话的故事 我就念这故事给你听 大家如果来他的网站你可以看到 他一个预告 那周三周 有两个周三 他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来到第三话了 从预告之后第一话第二话 故事已经来到了number2了 我们之前最早来的时候 我们只有看到预告而已 所以代表这个项目 目前会一直持续的进行 那如果大家来到他的网站 cobpunch.com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podcast 他这边有一个讲 就等于是有一个讲故事的内容 那他应该会从这个剧本跟故事开始延伸 然后把这个整个NFT build up起来 那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内容永远都还是王道 那NFT只不过是这个内容传递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这个KOL他卖的是什么 卖的是他自己本身community 以及他自己喜欢讲故事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讲故事的能力把它变现 这个是值得大家思考 再来就是KPR KPR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 我们当初也跟大家介绍 我记得KPR这个项目的最棒 就是他网站是 我很少看到这个NFT项目网站 做的水准那么高 那他后面其实花了一点精神 去做这个网站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风格 那最早期他讲说 KPR有点点像Azuki 现在只要我们觉得还不错项目 每个大家都觉得像Azuki 那就是会有这些元素 然后会有这些男生女生 甚至除元素之外要武器 然后要有身上的装备 甚至你要有宠物 那这个其实不外乎 就像是我们早期玩这些游戏一样 你看这KPR的网站 我们再大家稍微来过一次 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有机会 在不久将来跟Vahala 这一波我觉得这一波 NFT的项目有办法让价格持续稳健 站在这里 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看这一波的NFT的quality 跟之前有一些NFT quality比起来 这一波这几个NFT quality是真的是蛮不错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聊聊NFT的部分 那看大家朋友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问题的朋友跟我们可以跟我们聊聊 那今天其实市场上整个价格一直持续在往上走啊 Crypto也是往上走那 Sam的话也被逮捕了 那以及在美国这边做听证会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那听证会的内容 听证会差不多有快要四个小时 三个多少时 我大概听了中间的一部分呢 那其实可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法官跟美国这些 在听证会上面问问题的这帮人 他们要么是管法官 要么是检察官 要么当初都是律师出身 他们问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尖锐 那现在的这个代理的CEO 他有事前花过一些时间准备啊 虽然他会回答问题内容跟他问的这个题目 题目问题跟他回答内容有时候有点对不上号啊 但是至少我觉得他是透过了准备可以看出整个FTX 他后面很多东西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不成熟啊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既然没有一个实质上的会计系统 而是在通信软件里面 大家这样聊一聊就可以给钱啊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所有加入的朋友啊 那我希望我们整个NFT的community 持续可以持续成长 那大家crypto这一波往上走 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所有加入的朋友 请大家明天再来 晚间见拜拜